2017期狗阵的喧嚣 精彩绝伦的背后 却是叶之城不朽的传奇 2018年 一位名叫千四胡的孩子 像众多那个年龄段的玩家一样 最心于模型玩具 但比起其他人 他更像是一位活在现实下的 模型一体一身 利用3D打印机 制作小尺寸的模型零件 为那些需要替换自己玩具零件的玩家 送上最好的配件 其如同合周记的精细程度 有耐心 技术绝佳 等数百条好评 也让他成为了最好的 模型一体一身 而这一切都定格在了 他亲手制作的relic上 五岁的他 患上了一种名为 进行性基因养不良症的罕见疾病 基因上的缺陷 使他无法像正常人一样运动 这个比癌症更残忍的绝症 会不断吞噬他的生命 直至死亡 与并魔抗争的他 多么渴望能像2077中的角色一样 替换自己残破的身心 渴望在面对死寂和绝望时 有那么一丝丝希望 能像2077中 承载着数字化灵魂的 relic芯片一样 给自己的灵魂 找个归宿 但命运总是那么捉弄人 2022年5月21日 这位叫做千四胡的孩子 离开了人世 母亲一句 儿子的世界太丰富 够我学一辈子 心里说不出的五味杂陈 但他并没有停滞不前 而是接触起了他一体一身的称号 在继续DIY模型的同时 按照他儿子生前的遗愿 将完好的器官全部捐赠 为那些饱受疾病痛苦的人们 带来的希望 这一次他真正成为了奉献自己的一体一身 在模型世界中 他将自己最好的手艺分享给了大家 在现实世界中 他将自己最好的器官捐赠给了大家 在虚拟世界中 他也成为了不朽的传奇 而当你闲听幸福在2077狗阵时 不妨去看看环兴体育场里 正在默默维修着一体的一身 他的名字就叫千四五